我就是已經半退休了 一半上班一半休假 我要講三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和事的問題 因為我們和事講得那麼久 主題是停建和事 這個主題我是建議說 可以再調整一點點 成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和事要停建 我是做黑手的機械加工 我的看法是提供給大家聽聽看 在海邊建和事 是勢必的途徑 但是如果停頓的話 它的腐蝕性很高 如果再重建的話 危險性會增加這一點 我們應該是調整到說 地檢核四 把它停掉 前面那個一二有嘛 我們本來不反對核四的人 我們可以去把它吸收過來 這個是我第一個建議 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第二個 我們的教育確實漏洞很大 我們的主政者 他只是受到專業領域的教育 律師出身的 真正要處理事情 他的落差太大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教育是從深層教育的話 你如果說在讀哲學系 哲學系原來在讀的人都不知道我出去要做什麼 是因為哲學系可以用很理智的哲理去觀見到真相如何 怎麼去處理事情 主政者 我們台灣最可憐的地方是主政者 他沒有讀哲學系 所以他要處理這種事情 確實是有弱點 什麼叫做胡茂不能退 太離譜了 如果今天我們的文化 2000年的 翻譯 如果有更 比較好的 就是 原文如果是一桶水 過去搖半桶水 如果能夠搖到八分滿的話 你說這個可以改嗎 照樣要改 因為我們後道要 讀正確的東西 所以說他說不能改字 笑掉牙 你大人要做大事 小孩子做的事情 他們的需求 就是希望我們大人 無論如何要去做 不能說 有一點困難就不做 而且我們跟大陸 是我稱呼說 清雞啦 清雞啊 大家都清雞啊 很方便的就是清雞嘛 什麼事不能在我們這個情雞的環語來講 這不是太離譜嗎 所以我說 大人拼大 大人無靈力 這是最差的地方 第三點 我剛才聽到 我講他比較方便 不好意思 是的 是的 我看到說 他們兩個夫妻 那些 那些 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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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只是一種表象 我要告訴大家的一個 內心的真相 一般我們過去跟現在 人的追求都是金錢 因為金錢所以迷思 忘了自己老天爺給他最好的東西 沒有秀出來 他的快樂必須要用金錢 去買那個 去買那個 喔 我很高興 但是老天爺給他們兩個夫妻 真的是天作之合 你聽他的那個聲音 就是很自然 老天爺給他的條件 所以我 我認為說他們夫妻活得很快樂 是因為他們不用去追求很大的財富 來買那個快樂 所以我們 真的人 要 盡量的去 發掘 自己潛能 老天爺給我們什麼東西 我們盡量不要去 追求財富 財富其實是一種幻象 所謂幻象就是像 海浪一樣 會高會低 當你在高的時候很快樂 我怎麼花錢都可以 當你低的時候 掉下來 你就垮掉了 這是很悲哀的事情 謝謝各位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彭靖文 那 我自己從小是學古典芭蕾出來的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念的是戲劇戲 然後其實在我的人生當中 因為在街頭的運動 我也一直都沒有缺席 但是這在我的生活中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斷裂 就是我在劇場裡面學的東西 看的東西 我看莎士比亞 我演莎士比亞 但是它跟我的生活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在街頭這麼義憤填膺的想要傳達很多事情 那我們可不可以在劇場 用劇場的方式做社會運動 然後我跟我的朋友 就是他們有個自己的獨立劇團 叫獨眼巨人 我們就想說 好我們要來做一個戲 這個戲講的就是台灣 然後那個劇名叫玫瑰色的國 玫瑰色的國 它就是指台灣的意思 然後我們在劇中就把時間軸拉得很長 從現在往前切五十年 往後推二十年 從四六運動到保釣運動 美麗島流血衝突 到野百合學運 到這兩年的 我們去講說 我們要爭取多元成家辦旅法 反核四 然後到未來 我們虛擬了未來二十年 台灣會遇到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 我們就虛擬了 例如福茂過了以後 台灣大陸會不會真的經濟統一 我們蓋了核四以後 會不會發生核災 如果這一切都發生了 我們未來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這齣戲其實在去年 2013年五月就演過一次 那時候是在台大校內 台大藝術記演出 當時得到了非常熱烈的迴響 然後有好多好多觀眾說 他們看了之後才明白說 如果現在不去關心這些議題的話 未來那些議題都有可能 成為我們生活中一塊很大的傷痕 然後因此我們就希望 過了一年我們想要重演 然後我們就爭取 就是爭取補助爭取資源 然後我們是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會在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有九場免費的演出 然後做免費演出真的蠻辛苦 就是我跟導演完全沒有拿任何一點點錢 然後我們就三個月的時間 努力把這個東西重新做一遍做出來 然後就希望可以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然後也很希望可以讓平常沒有進劇場的朋友們 知道劇場不是只有莎士比亞 不是只有古典的希臘悲劇 希臘史劇或是只有古典芭蕾 但還是有很多東西跟我們生活非常的接近 你在裡面你可以思考 可以看我們以前的歷史過得怎麼樣 可以思考我們未來應該要怎麼走 然後就我等一下會走下去發那個DM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有空的時候來基隆看一看 然後基隆其實跟那個台北車站只要四十分鐘的車程 他比從這邊到淡水還要近很多 對,所以如果大家平常有去淡水玩的話 就一點都不用擔心車程很遠這個問題 好,謝謝大家 欸,謝謝 大家好,我姓陳,我叫陳一鳳 然後是一個很普通的香港人 然後今天來這邊旅遊 然後又聽到這些聲音 然後就過來這邊八卦一下 然後其實我說的東西 不能代表我那一組他們討論的東西 其實我是只是想說 近幾年我看到的香港的一些東西了 然後其實 我知道反服貌這件事情 也是在Facebook上面看到的一些人在傳 然後剛才我也在我主裡說了 其實我覺得我就 就我自己所知或者我所了解到的法國貌 說白了一件事情就是 中國的共產黨或者中國政府 通過這種經濟或者這種軟性的去慢慢去 去同化或者統一台灣這個土地了 然後我說一下其實這幾年其實說 說真的其實香港人也是很多人也不會對政治太關心了 其實香港人也是很很很很 嗯怎麼說呢就很直接或者很很很是是虧吧 就這就反正有錢了 然後我能掙那錢 然後我生活過得去 其實政治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反正這個正反正一條還是會爪嗎 反正我賺到錢我能生活下去 然後我自己賺到錢很好的生活風衣足食就好了 但是為什麼這這幾年可能稍微有留留意香港的人都會知道 現在香港也在嘗試一些議員也好 或者一些公民也好 為什麼慢慢的也會在越來越多的人去去去去討論政治 或者有一些甚至於有一些人會說香港人什麼都都把事情政治化了 但是我覺得本身我不是要把事情政治化 我只是在關心我自己生活的這個地方 然後任何的事情其實跟政治是脫不了關係的 反正什麼事情都會有真實有關 然後其實從03年開始有十幾萬人上街 在7月1號香港違規的那一天 可能從中國政府或者一些其他的地方看到的是那種太平衡 就是太平衡式的 然後大家都在慶祝違規的的時候 其實現在每一年7月1號都有可能超過10萬 或者接近10萬的人上街去遊戲 去反對各種不同的問題 要從03年的23條例法 23條例法簡單來說就是 無論你從可能網路上 我在Facebook上面說了一句可能一句話 然後他認為我這句話是有對這個政府或者中國中國共產黨 任何他覺得我說的話不好聽 他甚至於有權去告我 然後可能我會坐牢或者幹嘛的 反正就23條例法簡單來說就是 無論我街上說一句話或者我在網路上說一句話 就是警察那邊都可能有權去告我 然後當然這個是去很多人去把這件事情 最後因為這十幾萬人我們上街遊行了 然後這件事就從03年到現在還是擱置下來還沒正式通過了 但是就是我想說其實大家是可能那十幾萬人上街遊行 就真的去把自己的意願表達出來 可能未必去改變最終可能23條這個條條例還是未在香港 就是正式立法 但是起碼我們上街遊行了 然後我們把自己的訴求拿去說出來了 然後我們表達了自己的意願了 起碼從03年到今年2014年11年過去了 這條法律還沒正式在香港生效 我覺得某程度上面是有那麼一點點成功 那十幾萬人真的站出來是有效的 然後03年開始 然後從31年2013年也發生了兩件事情 大家都很多人站出來的 然後我03年那次其實因為那時候我 說真的03年那次我也沒有正式上街去遊行去參與到這個事情裡邊 但是上一年我自己真的有親身經歷然後上街去參與了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叫做我們在香港叫做反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就是說白了就是也是說那些從小學生開始 然後就有一些已經編輯 有一些出版社甚至已經那時候本身要這個事情也是要馬上要出現的 就是在一些中小學生的課本裡邊都會很一面倒的去中國共產黨怎麼樣好 然後那些就是通過這種從小學生開始去幫他們洗腦 我們說我們說法也是叫做洗腦教育了 這就是一種通過這種小朋友從我們的我們自己比我們年輕那下一代的那些人就開始去洗他們的腦 去告訴可能十幾年後的那些年輕人其實中國共產黨是很好的 他做的什麼事情都是好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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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應該能說吧這些白痴的白痴的理論了 然後然後也是上一年發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香港其實大家知道現在真正的免費電視台或者這種叫做公眾公眾公眾的這種這種能夠通過大器電波傳播的這種電視台 就只有TVB無線電視跟亞洲電視然後亞洲電視現在上像啊長期在香港是維持零收視的就是等於說零的話好像一點收視大概可能香港我沒記錯大概等於一萬多人在看吧 他為長期是有很多節目是零收視簡單來說就是可能他一天下來可能沒有太多一萬多可能一萬多的人都沒有人看 然後當時其實香港有一個叫做HKTV就是香港電視準備是要就是本身他是要通就是申請這個免費電視的牌照 然後後來居然香港政府說他們的調研的那個報告裡邊香港的市場不能 可能市場上面容不下第三間免費的電視台了然後就把香港電視然後去把他就是說他不批他然後批了兩家兩家電視台 李家電視台就是他背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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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財主或者他的老闆就是李嘉誠的 然後其實我自己也是在打李嘉誠的在他旗下的一些公司在工作他大老闆其實就是李嘉誠的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也是一個大財團的一些一些旗下的一個免費的電視台 宣布說有沒有關山勾結這些東西了但是後來有一個在香港的一個公關公司的人叫做五配 啊不好意思叫五配贏的然後他站出來然後站出來說了就說其實這份報告裡邊沒有顯示說香港的免費電視的市場不能 融入第三融下第三間的免費電視台然後來就是有一大堆的人又上街又行去說政府怎麼能這麼 什麼樣子去就是解就是只說對自己有有好處的東西呢其實就包括香港政府也好或者或者現在 我覺得的台灣的政府也好就他只某程度的話他是只容得下對自己好的這些言論 但是這些不好的言論他就盡量的去打壓然後我想最後我想說的話就是其實 其實說白了我有一個以前是也是一個新聞從業員但是他大概40來歲吧然後他以前有問過我一句話 他說你覺得你這樣上街有用嗎然後我說其實我只能說很灰心的說其實我覺得上街其實最終是改變不了太多的事情的 在香港來說了我希望台灣不是但是最後但是我說我還是上街我站出來我希望去 起碼現在在香港也好在台灣也好我還有這個自由能夠站出來去表達自己的意願 在國內可能連站出來表達這種意願的自由都沒有了 所以的話不管3月30號那天有多少的台灣人站出來 但是我想說起碼有心的人不管你是法夫嗎或者你們對其他民生的議題關心的話 我覺得你都可以去站出來不管是上街也好或者通過網路的其他事情都好 去表達自己的意願還要珍惜現在你還有這種去表達自己意願 然後可以上手預言的這種自由的空間跟能力請好好珍惜然後台灣的各位加油吧 謝謝